你会能够得到一样的镜头像这样的镜头 结果出在加拿大过了两周的适应性生活后 我开学了 开学第一天的早晨 很多新同学都在校园各处的教学楼外 找着自己上课的地方 而楼内学校的学生会和其他职工 早已在楼内各个出入口等着给你带路 我在他们的帮助下也很快找到了教室 这些就是我的同学 大概有14个人 第一天老师基本都是做一些介绍性的内容 带我们熟悉自己未来常会用到的几个地方 实验室、影棚、工作间 之后是学校内的各种场所 之后学生会主席给我们介绍了他们可以提供的各种服务 还给每一个学生准备了一份伴手礼 我发现远处这位同学还挺像《学历的游戏》里面的欧布伦·马泰尔的 学校里经常会有一些活动 可以了解关于各种社团组织 工作、就业、移民等各种服务的相关机构的 大概在开学后的两周 跟同学们就比较熟悉了 他们都是很开放的 跟他们在一起久了 你会感觉到那种束缚你的无形的东西慢慢的在剥离自己 最后给大家放一顿我在附近看到的一只很强壮的帽 下一期视频我会展示更多爱德华王子的自然美景